歡迎收看這部新聞 我是陳明君 九合一大選延長賽 民進黨再度的辦選 恐怕繼續重擊2024 總統大選的聲勢嗎 但沒想到在選後通過的選霸法 中介法偷偷的偷渡過關了 聽說講蘇貞昌一句說 符合國人期待讓民眾炸鍋了 你聽了之後福氣嗎 再看到對岸的中國大陸 現在拼解封 亂象一大堆 大家都想要當楊過 楊過之後好辦事 搶完退燒藥 搶口罩 這個全民確診居然是 中國大陸搶救經濟的絕招嗎 馬上會的來賓 首先歡迎台北市議員 徐曉星 曉星好 大家好 民宿專家郭定路 郭老師好 大家好 曾經所助理教授 謝承諺 承諺好 民居好 大家好 曾飛是王英亮 英亮好 民居好 大家好 曾媒體人林玉峰 玉峰好 大家好 曾媒體人李嘉明 嘉明好 大家好 上個月在台南某間 香火鼎盛的廟宇 香母裡面被埋了生雞腿 警方快速破案 沒想到無毒有偶 就在上個禮派 南投野鎮公廟 香母也被埋了生雞頭 這就怪了 這個埋雞肉的香客 居然是同一個人 他到底是對公廟不滿 還是要來挑戰神威呢 我想問一下玉峰 你有看過有人把這個生肉 埋在香爐裡面嗎 對 其實在過去的話 我們第一次看到的是 台南那個案子 它那個案子 其實它埋的是一個生雞腿 但是在這一次 南投中寮的石龍宮的香爐 這個廷宇公樓的畫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他在那個地方 在廷宇公樓 他故意等到其他的 這些香客離開之後 他左顧右盼 然後拿出了一個小塑膠袋 直接往廷宇公樓 我們注意到是廷宇公樓 把它壓下去 但其實旁邊的香客 就發現說這一個人 你要去拜拜的時候 你一定就是先拜天公樓 然後再去拜震宇 天公樓是最大的那一個 對 就是對外面的 對 先拜天公 但是他來來去去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就跟廟的直視講說 外面的人急急怪怪 等他走的時候 他們馬上就去撈這個天公爐 馬上撈出來一個塑膠袋 塑膠袋裡面竟然是什麼 生雞頭 生雞頭 對 生雞頭 你想想看 如果他真的把它埋下去 然後都沒有人發現的話 是不是很快就會腐爛 很快就會腐爛之外 其實這個東西就會影響到 這個廟宇的一個神威 但是你仔細看 這一個人的面向 你仔細看這個人的身影 是不是跟上個月 在台南另外一個 西羅殿裡面發生 一個埋雞腿的 是不是一模一樣 生雞腿 那時候他埋了生雞腿 嫁具之後還噴灑了米酒 那個時候台南警方 馬上成立專案小組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台南這個地方 這兩間廟宇 都是香火相當鼎盛 而且也是當地 可以說是一個信仰中心 大家就很質疑 為什麼第一次你被抓的時候 你說沒有 我只是好玩 然後我只是突發奇想 然後剛好去菜市場看到就拿 可是連續兩個案子都是你 而且都是生的這個雞 那你是不是有 這是你特意的 對 是不是特意的 所以現在他講說 會不會是這個人 其實跟這兩間廟 都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恩怨 所以特地要把這個廟的神威 給壓下去 好 到底是跟廟過節 還是對神明不敬 我想問一下郭老師 為什麼這個項目裡面你不埋熟食 就要來埋生雞肉 生雞腿 生雞頭 是有什麼樣的用意嗎 這個有兩個用意 第一個就是說 他如果假設他跟這個廟裡面的 這個員工也好 主委也好 有仇恨的話 他想要埋這個東西 讓他的神退掉 讓他的神兵神將通通都散掉 那這個香火就沒落 這間廟就沒落了 第二個就是說 假設他用這個東西 生雞頭來做法 害人家的法術 為什麼要用生雞頭呢 這就是動物靈 我不能用雞爪嗎 也可以用雞爪 雞爪 因為雞爪 雞腿 雞頭 就是雞的絲塊 動物靈 他就把這個動物靈的靈魂 掉在這個雞頭或是雞爪 或是雞塊上面 然後把這個東西 埋在這個香爐裡面 就是可以接收這個廟裡面的香火 增加這個動物靈的靈力 然後進而用這個動物靈 去害人家 當然這個埋下去的同時 他會燒一張符 可能符會上面寫目標 或是什麼人 他想害人 對要害的人 這個作用是什麼 比如說讓他原層黑暗 雪光之災 或是厄運不斷 他可能符上面會寫作用 他的目的就是 大概就是這兩個 那郭老師在這個項目裡面 放了比如說一些 動物靈的絲塊的話 真的有可能會把神明趕走嗎 對啊 他這個原理邏輯就是說 不要說放這個絲塊 因為絲塊這是陰的東西 對 他其實不用那麼麻煩 你放一塊這個用過的衛生棉 你放下去神明會不會退 一定會退 因為這是污秽的東西 對不對 他的邏輯就是這樣 這是動物的屍體 你把它埋在那個 這個是神明是很莊嚴神聖 清淨的地方 你把它埋這些污秽之物 這些神明會退掉 神明退掉的話 外面的靈會跑進來 可能是邪靈 惡靈跑進來 對這廟會不會什麼樣的影響 當然這個神退掉了就不靈驗了 就沒有人會去拜了 郭老師說 這個有一些惡意的商客 把這個動物的屍塊 放在箱墓裡面 可能是為了要降低 這間宮廟的神威跟他的靈力 那代表說 這次被這嫌犯鎖定的這兩間廟 其實神力還滿強的 對 我們講說這個嫌犯 當初台南成立專案小組 在哪裡抓到他 在台中抓到他的 你想想看台中抓到他 你特地去台南 你特地去南投中寮 為什麼做這個事情 一定是有所目的的 然後我們先講這個 這個石龍宮裡面 其實大家可能一聽不知道是 是哪一間 但如果講到這個泡麵土地公廟 泡麵土地公廟 大家就有印象了 為什麼叫泡麵土地公廟 其實有兩個比較特別的傳說 第一個傳說是說 其實在這個南投中寮這個地方 其實比較偏遠 然後有一個做神儀的一個神儀人 就是已經很落魄了 身上也沒什麼錢了 結果去那邊散心 散心 散心 可能有點想不開的情況之下 他最後只拿了一碗泡麵 然後看到一個廟他就去拜 然後就跟這個神明講說 我現在只剩下這一碗泡麵 我窮得只剩這碗麵了 對 我連便當都打飯打不起了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在這邊 遇到了神明 你可以來聘用我 我再回去做生意 做得起來的話 我一定好好再報答你 結果他回去之後 慢慢慢慢的 生意就做起來了 大家就問說 你是生意怎麼做起來 他說我就是窮到最後 只買了一碗泡麵 然後泡麵 因為廟裡面有一些香茶 所以他去過爐之後 又去泡了這個泡麵 吃下去之後生意做起來 大家想說泡麵貴不貴 不貴 每個人都拿著泡麵 然後去過香爐 然後慢慢的就淋驗起來 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是 台灣有一陣子 非常的風喜 這個大家樂跟六合菜 所以其實在80年代的時候 大家樂盛行的時候 很多人去這間廟 求名牌 半夜求名牌 對 因為它在中樓那個地方 其實比較偏遠 所以也沒有這一種小蜜蜂 也沒有Saven 所以大家都是帶著泡麵去 然後等到半夜 所以這時辰到的時候 大家吃泡麵丹明白 結果沒想到 竟然其實相當的靈驗 所以曾經在這個一個連假 三天就吃掉了五碗的一個泡麵 所以這家麵 這家店 這家廟 應該是相當的靈驗 另外西羅宮這個地方 就被放生雞腿的這個 這是第一個被發現 就是放生雞腿的 其實它在台南這個地方 也是區域的一個信仰中心 它非常早以前發生一件事情 早上的時候 準備要去灑掃的時候發現 我祖殿的這個王爺公 竟然不見了 神像不見了 這很大的事 我今天在這邊西羅殿 結果我供奉了神像不見了 大家怎麼辦 趕快找直師過來 然後馬上就有說 好 這個馬上用神明KIGA KIGA之後第一個時間 窮了 就馬上衝到哪裡去 衝到一個客運總戰 客運總戰以後大家講說 會不會是這個偷神像的人 就也由客運跑掉 結果沒想到一等 等了三個小時 大家來來去去都不知道要等什麼 這個時候突然有一個客運回來 然後神教就過去擋住他 那直師就問他說 問這個司機 司機說有 好像有一個人 一個年輕人怪怪 但是他沒有抱神像 可是帶了一個蟹籃 一個竹樓 什麼意思 這個竹樓蟹籃其實很多 你去廟宇裡面的話 放水果 對 放水果 你要去還願的 但是他們想說 可能就是把這個神像給偷走 第二段跑去嘉定 他就說這個年輕人在這邊下車了 去嘉定一個媽祖廟前 又站了兩三個小時 那麼終於等到時機成熟之後 這個神架就衝 衝到了一個平房 衝到平房裡面就看到 裡面有一個桌子乾乾淨淨的 翁牙宮的神像就擺在那個地方 在那個平房裡面 對 為什麼要在這個平房裡面呢 而且為什麼讓他們這麼久才找到呢 對 其實他就是要找到一個 對的一個時間點 進去之後就發現說 旁邊有一個老婦人 病菸菸的在那裡 後來把這個年輕人給抓到之後 這個人就是這個老婦人的兒子 他就說其實他之前就知道媽媽卡著醫 但是到處去求神問福都沒辦法 終於找到了一個方向 就說要去西螺殿 可是他就想說 我跟妳宿妹平生 我也沒有捐過香油錢 我去跟妳寶貝可能寶不到 所以他就直接偷了神像 這個神像被偷了之後 其實他也沒有生氣 也沒觸發這個年輕人 他知道他是孝心可嘉 就決定了降價 把這個媽媽給治好 那時候其實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動物靈 神像就是把這個靈 給驅走之後 媽媽就好了 所以這個神威 其實大家一次就知道說 這兩家店其實都是相當的靈驗 好 講到這個 剛才郭老師說到 這一次這個惡意相課 放雞頭跟生雞腿在宮廟裡面 感覺是在對這個廟宇的神明下降頭 那你講到下降頭 就我們小時候常看那種電影 泰國電影 去泰國玩回來一趟 可能會被下降頭 其實台灣也是有曾經被下降頭的例子 對 我們先講一下 很多人就是覺得說 怎麼突然之間過一陣子 我身邊的朋友 我身邊的親人 好像變得非常的不耐煩 然後非常容易暴躁 這是這樣會下降頭嗎 其實你去觀察一下 如果他身體狀況沒有其他的問題 或者是他事業沒有出現狀況的話 如果你的眼白出現血濕 而且這重點是 你這個血濕的尾端有點黑點 對 你看第一點有下巴 昨天晚上非常多人熬夜 一堆人都會下降頭 對 但是你下降頭 是因為你昨天熬夜 看世界邊都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的血濕後面有黑點的話 就有點危險 然後血濕穿過黑眼球 黑眼球旁邊還有有青色的斑塊 就表示說有血濕 有這個下降頭的狀況 那你的身體狀況 如果你胸悶 頭痛 運勢財運不佳 或是睡不著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去觀察一下 當你精神不好的時候 那就有可能 你就要特別去處理一下 那麼之前其實有一個人 講了一個故事 大學生很多人努力 像我們那個年代 就是聯考考上 考上之後 其實你在大學第一件事情 出國玩 出國玩 最便宜的 對 最少便宜的 泰國 就去玩 然後說有幾個大學生就去泰國 去了之後 一下飛機就看到一個女孩子 拿著她們的名字在那邊等她們 她就以為是 是不是我們的一個豔遇 其實是一個女導遊 當地女生 女導遊 那這些年輕人 大學生就想說 好 就跟她導遊玩 玩了兩個禮拜的時候 其中大家在那邊討論 就說 你不覺得這個女導遊很漂亮嗎 其中有一個人就說 那不然我去追求她看看 好 結果沒想到這個女導遊 也沒有談過戀愛 在第一次的追求情況之下 兩個就在一起了 但在一起之後 當然你回到台灣之後 其實男生進入了大學生活 當然是花花色色對不對 就是沒有繼續女導遊 短暫的戀期就留在曼谷了 對 她就覺得說 那只是一個異地戀 然後一個異地裡面一個 就是生命中的一個插曲 但是女導遊一直在等她 這個時候就發現說 剛剛我們提到這個狀況 其中一個男大學生 跟導遊 女導遊在一起的這個 就開始有些狀況 好像被嚇了醬頭 旁邊的人就跟她講說 解釘還去戲頂人 不然你回去跟這個女學生 女導遊看看要怎麼解決 可是她沒有 她就想說這種事情不用管她 這種都是一些民書傳說不用理她 結果有一天 這個期末考的時候 這一個男生沒有出現 她的同學考完期末考 去宿舍去看她的時候 死掉了 死在這個宿舍的床上 然後呢 這個手上還拿著女導遊的照片 好可怕 而且臉上還帶了一個詭異的微笑 大家就想說 這個時候呢 你一定要注意 你不要使亂中氣 而且是 不要有這種異地戀的使亂中氣 說到下降頭 比較常在東南亞發這個發生 可是台灣比較多的是下符咒 老師說這給她詛咒別人 那老師有沒有一些 你自己親身體驗過 被下符咒 然後後果很慘的例子 有啊 因為我大概三四年前 我有幫一個 雞 它本身是雞筒 很老的雞筒 他大概七十九歲 他來找我的時候已經七十九歲 他說他被下符 他說他被下 我說你不是畸生嗎 你怎麼還會被下 對啊 然後他把這原油講一次給我聽 他說 因為他在那個鄉下 南部鄉下 地上住的是四合院 有一天有一對男女來找他 一男一女來找他 女的進來說他要問事 男的說你進去問就好 我在外面抽菸就好 那女的進來問 這神明降價 就一直問嘛 問身體健康 事業財運 一直問到最後問感情 感情的時候 這個玄天上帝直接降價 他真神正價降飲 他馬上就跟他講 你現在的這個男朋友不好 你男朋友在開賭場的 連做什麼工作都直接跟他講 說你這個不會有結果的 他男朋友站在外面耶 不會有好下場的 結果一講完 他男朋友聽到了 就不高興嘛 就也沒有做什麼 也沒有表現出來說他生氣什麼 就是說他男朋友就拿了一個紅包 拿給這個機桶說 這個紅包謝謝妳 要把它插進去 他說不用不用啦 他說要要要 他說不用他硬要 我說好那就 沒有多少錢 一個心意他就拿了 他這裡有一個口袋 一放下去晚上就去掛急診 他到了急診室 他說醫生我沒有辦法呼吸 我這個胸部好像有一個 很大的石頭壓住 我都沒有呼吸 這個醫生就幫他檢查 什麼S光 什麼電腦斷層什麼的 做了一大堆 醫生就跟他講 阿伯你沒有病耶 你是來亂的 他說沒有啊 我真的我沒辦法呼吸 他就開了一個 那個維他命給他 我說你回去啦 你不要再來了 他連續一個禮拜 跑了三次 都沒有辦法 都沒辦法 都急診 你跑了三次過來 他就請神明降下 神明降下說你被下福了 你那一天那個來的 那個男的就對你下福 他說怎麼辦 他說神明跟他講 你趕快搬出這個家 他去外面租了一個小套房 然後呢 他說怎麼辦 他說這個全天上帝說 你這個我沒有辦法幫你解 你要去找那個茅山的 會懂符咒的老師幫你解 結果他就跑來找 找到你了 他就跟我講了一次 我說這個既然他開賭場 我先幫他解 因為這個過程很濃長 我先幫他解 解了之後 他這個比如說他嚴重可能十分 就一直降 九分八分七分六分五分 降到三四分的時候 他覺得快要好了 對方又給他下 又打給我 我又說那你再來 我就幫他解 又下又解又下又解 搞了三四個月 我說這個不行 這個一定要跟他鬥法 他說怎麼辦怎麼鬥 我說他如果是有懂法術 他一定有一個神壇 我說應該是設在賭場 你去問看看 結果他兒子又去找找找 有一個朋友去賭場賭過 他說那個賭場很奇怪 是一個透天錯 一樓是賭場 二樓是賭客休息室 因為可能你打牌熬夜 你就要休息 三樓有一個神壇 我說對那就是這邊 我跟他講 我說你雖然是雞同 但你可能不懂原理 這個沒有人神壇設在賭場上面 誰要去那邊拜拜 他說那為什麼 我說那個是做法用的 我開了一些服 你叫他兒子晚上去他那邊燒 燒了之後 隔天他就打給我 他說 他說他那邊門口有人出車禍 我說那怎麼辦 他說但是連續一個禮拜 每天都有人到他家門口燒服 我說對方可能對你出手 我幫他解又嚇 解又嚇 照理講 我把這個兵將吹到他的神壇 這些英兵英將都跑掉了 他沒有辦法再對你施罰了 我說你要不要請你的這個主神 玄天上帝降駕 再請示他一下 就他請主神降駕 玄天上帝跟他講 你這個不是只有一個人對你做法 有三四個人對你做法 我就打坐感應到主神說 沒關係他找了三四個幫手 我們多找幾間廟 就幫他 就請這個信徒去 這個附近的大廟 請這些大廟的神來幫他 後來他才慢慢的好了 好 政治焦點來看到 昨天這個結束的嘉義市長 選舉沒想到民進黨再度的敗北 而這一次輸的很難看 至於上一次嘉義市長的選舉 民進黨只輸了兩千多票 這一次狂輸兩萬多票 嘉義市長選舉再敗 民進黨要靠中介法偷偷的過關 能夠挽回2024嗎 你靜抖音 靜言論 有辦法讓民眾來服氣嗎 我們先看一下 2024總統大選 非常可能呼聲高的候選人代表 那就是賴清德 就最新的民調一看 哇 賴神怎麼神力不在了呢 好 美俊 其實不是賴神神力不在 賴神現在看起來還是 2024民進黨的唯一解 因為你看鄭文蔡輸掉了桃園 接下來沒有話語權了對不對 所以看來看去 你看這次賴神在九回一之前 還出國去帛琉對不對 表示說他設的這次的選舉比較少 所以選後要他檢討 扛起責任的聲浪也比較小一點 而且其實你知道賴清德 他第一次選上台南市長 那時候在台南競選總部 我個人去的 所以其實你在現場 看他一些鏡頭外的一些互動 你會覺得他是一個 相當有人味的一個人 所以現在敗選之後 當然要想辦法找出另外一條路 所以你可以看到賴清德 其實他開始表示說 已經開始登記 要選黨主席 看起來你覺得他只是為了 黨主席這位置嗎 當然不是 因為為了2024來準備 所以他開始第一場向黨員報告 這是黨主席的一個 有點類似政見發表會 他第一站選在哪裡 選在新北市的三重 因為這個地方 是在新北市綠道出資的一個地方 因為議員全雷打 全上 你看像余天等等 其實都是立足在三重 所以在三重出發這個動作 除了這個地方偏綠之外 當然要向侯友宜來下贊 侯友宜的地盤 對 所以2024侯跟賴 兩個對決從這個時候開始 好 再來 現在民進黨內部 營造一個我全黨挺議員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英系立委 陳明文 羅志正 蔡宜宇等等 也開始在臉書上告訴大家說 大家要來挺賴清德 他說我們2024的希望 我們要打贏 2024這關鍵的一戰 而且你要知道賴清德實力有多強 你看過去他在選台南市長的時候 連任 兩任 選兩次 得票率都在六成以上 所以表示他支持度非常的高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賴清德看起來 非常的有power 非常的全黨挺議員的這種聲勢 可是剛剛明君講到的 這一個做出來的民調 這是預測各黨排出來 大概就是比較有機會的候選人 你看他跟侯友宜 還差了將近有10%的一個落差 為什麼會這樣 大家都想問賴清德不是很強嗎 不是民進黨現在的唯一姐嗎 為什麼還差這麼多 原因就是因為有人在扯後腿 好 這個人就是畫面上 這位行政院長蘇貞昌嗎 對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民調 他持續也來做 因為其實現在國人 對執政黨不信任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政策亂七八糟 你單靠意識形態來治國 你沒有辦法來幫助所有的民眾 所以大家會覺得日子越過越苦 這個物價上漲越來越多 所以這一次9和1選舉完 大家覺得說這是人民 給執政黨的一個教訓 那好 教訓已經來了 但是問題是你行政院 有要來總辭 要來改組嗎 所以這個民調就問說 你認為這一次的選後 內閣需不需要總辭 可以看到這圓秉圖 同意的人就佔了過半 53.2% 而且其中還包含2成5是認為說 強烈認為應該要來改組 但問題是現在已經選完一段時間了 有要改組嗎 沒有啊 而且看起來我們的院長蘇貞昌 他還是覺得就是說 我做的沒有錯啊 我做的事情都是為國人好啊 所以剛剛在講說這個中介法 偷渡過關來說 這個符合這個人民的需求 你聽得下去嗎 我相信很多人民聽不下去 所以才會反映在這一次 嘉義市長的這個重新選舉上面 好 昨天的這個選舉看起來 哇 剛才提到 上一次的嘉義市長選舉 民進黨幾乎是 只有輸2000多票 就圖醒哲代表參選 但這一次怎麼輸的這麼嚴重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上一屆剛剛明俊提到了 黃敏慧的圖醒哲 其實差2000多票 其實對民進黨來說 這個民主勝地 其實感覺沒有輸 就是差一點點 但是你看這次一輸 輸了27000多票 多了2萬票 所以就表示說 你現在政府執政不得民心對不對 那你好 敗選之後 你該有的檢討看到了沒有 沒有 不要說人民沒看到 包含自己黨內同志也沒看到 不然為什麼立法委員 核心權會特別發 我們說說 李俊逸雖然說辛苦了 雖然這個結果不是我們想要的 但是黨內沒有大破大力 就沒有踏開大河 我們的檢討到底是什麼東西 而且其實你要知道 在選前之夜 蘇貞昌還特別南下嘉義的 幫忙站台 幫忙來追票 然後講到就是說 這個國民黨的921大選 選贏都是因為負面選戰 結果他在造勢晚會上 不斷批評說 黃敏慧我們中央都已經 給他補助了 他還做不好 效率這麼差 所以乾脆換人做做看 那你再批評人家做負面選戰 那你這番言論 也在做負面選戰 那你就是雙標對不對 那雙標的案例 就是還非常的多 包含剛剛 明俊逸康克姐就講了 這個選霸法修法 竟然讓中介法 這個祭司還魂 偷偷過關了 因為選霸法在選後 大家說這個要排黑 朝野兩黨都對於這個 非常贊同的態度 也快速過關 非常知道這個民眾黨的發言人 發現說 這選霸法過關之後 排黑台管裡面 居然把中介法 給強度關山過關了耶 我們來看這個表格 第三個 防治身衛影音 真臉深度衛造條款 什麼意思 對 這什麼東西 什麼叫做深度衛造 就是它的名字叫做Deep Fake 什麼意思 就譬如說我用各種AI去解析 明俊你的臉上的表情 那我利用衛造把你的臉 去合成到另外一個人的身上 所以感覺好像 銀花接木啦 對 感覺你講話 但是看到是你的臉 你的聲音 現在AI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所以在之前就有很多 演藝圈的這些藝人 受害對不對 我曾經頭被換到別人身上 去做一些可能不雅的 動作不雅的影片等等 所以現在這一個 防止深度衛造 來衛造你的影片 來做出一些不實的假訊息 這些看起來就OK 但是你只一看內容 如果說你是候選人 你可以向刑事局申請 建驗並且檢據資料 可以要求這個平台來進行下架 什麼意思 過去要來認定 是要經過法院來認定 為什麼現在警察就可以 我去報警 我就可以把影片 要求對方下架了 對啊 那警察 還要來去判斷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覺得感覺 好像回到戒嚴時期 以前警總的那個時候 警察的勢力變得這麼樣的大 而且再者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真正人物 我失言了 被放到網路上 我去報警跟警察講說 這個我是被衛造的 那就被下架了 那這個東西過程當中 不是有很多可以動手腳 會有貓膩的地方嗎 對不對 這是第一點 那另外包含深度衛造的部分 這個技術當然是越來越的 越來越進步 那當然這個部分 後續要怎麼來做 你說把它修訂在選霸法裡面 你說一般民眾 不會遇到這個狀況嗎 你是保護候選人嗎 所以你把它放在選霸法 這個問題我就覺得很大 你應該放在其他的法律上 都保護所有的人民 那你為什麼只放在這個部分 好 根據這個部分 今天記者也問到了蘇貞昌 他的回答 更讓網友沒有辦法接受 對於黑金槍毒 甚至於對違背國家忠誠義務的人 參選 國人都不能接受 所以行政院院會通過 把相關的法律修改 能符合國人的期待 也讓想要藉由這樣 來介入公職選舉 甚至於進一步來出掌公職 控制國家支援來防堵 我們希望大家都一起來支持 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好 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我想問一下小新 自從九二一敗選之後 蔡總統辭黨主席了 徐國勇也走了 但是換來換去 行政院長蘇貞昌 依然留在原位 現在還要把這個中介法 偷偷的偷渡過關 是不是真的蘇貞昌 不下台的話 2024民進黨就不用玩了 不是嘛 我就要問 剛才蘇貞昌的那一番談話 我們談的是 在2022選舉裡面 非常重要的數位中介服法 大家反對 你現在把它偷偷置入 到選罷法裡面 然後大家對你有意見的時候 你講說符合國人期待 你這不是把國人當成是塑膠嗎 所以當然是這個民調 顯示很清楚 認為內閣應該總辭的態度裡面 同意的竟然有53.2%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國民黨 現在舉雙手雙腳 支持蘇貞昌留任在他的位置上面 只是對全國的國民來講 這不是一件好事情 就從政黨利益來說 蘇貞昌坐越久 對國民黨是越有優勢的 因為大家對他的印象是什麼 就是在那叫什麼 令偽見曉 都是這種用反質詢的方式 然後非常凶狠的 去對待這些質詢他的名代 但他就覺得 你看民進黨的檢討報告裡面 有一段話寫說 權力的傲慢使得人民 不願意支持民進黨 可是他不敢寫說 誰的權力的傲慢 我就問蘇貞昌 是不是就是權力傲慢的 代言人之一 很明顯就是把他帶領的一大堆 什麼陳吉仲王美花 都用這種帶頭霸凌 帶頭反質詢立法委員的方式 早就已經讓大家看不爽很久了 你今天選霸法修法 其實我覺得要把這些什麼 有槍有毒有黑道背景的人列進來 我沒有反對 可是為什麼你趁著這個民意 要反黑金的同時 你去偷渡所謂的防治身為影音 我就講 以後是不是在選舉過程當中 你如果這個選霸法通過了 我可以隨便去指控啊 我就說對方有做這個東西 所以要趕快把東西先下架 那最後如果通過法院驗證 他沒有 24小時的黃金時期 在選舉期間 他的言論自由就被下架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你怎麼可以直接偷渡在選霸法裡面 這會對於選舉期間的言論自由 造成多麼大程度的危害 當時我們只跟你講說 我們要反黑金 然後結果你說 好 我們反黑金 然後再加入什麼境外勢力 再加入防身為影音 你這個就是肉桶政治 你東西越滾越多 這難道就是所謂民進黨的謙卑嗎 所以就是因為 從民進黨檢討到現在 就選後 寫了一大堆零零種種的 開了一大堆的會 蘇貞昌不走就是不走 所以連民進黨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 嘉義縣長這次選的民進黨 說真的非常難看 是 我想問你小心 為什麼這一次嘉義市的選情會 票數差這麼的多 他說有啊 我有去請辭過啊 可是他的請辭是怎樣 小英總統我辭職負責 小英總統說不要啦 你留下來 好 我留下來 這是哪一種的請辭負責 所以王思謙謙哥說得非常好 如果你真的要走的話 誰能留得助理 就是因為你戀戰這個權位 反而讓民進黨又再輸了一次 來 記得喔 1月8號馬上要有第三選區的補選 如果民進黨再輸一次 蘇貞昌 你到底要不要走人下台 好 最後一次檢驗 1月8號的台北市立委的補選 這一次如果再輸的話 蘇貞昌真的有不得不下台的壓力 剛才有講到中介法 定的是選手 候選人之間 互相可能放假新聞假影片的這些限制 但現在連民眾在用的抖音 民進黨也要管耶 我跟你講 抖音這個東西 現在是很多年輕人喜歡的 我相信你們小孩如果再大一點的話 可能也會玩抖音 男女腦上都愛啦 對 但是如現在呢 執政黨他就要用抗中保台的 這個大招牌 什麼東西你只要跟中國有關 我就要進你 但是問題是這個東西 你左手說你要進抖音 但是你右手 你沒有利用抖音嗎 看看是執政黨雙標到什麼樣的地步 新北市他用抖音來辦活動 民進黨就批說 你這個有洩漏個資的疑慮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忘了 2018年在桃園 也用抖音 也用抖音 救民眾辦過活動 對 那你如果說 你會說這個東西會洩漏個資 會洩漏國安 那你在批新北的時候 那你桃園也做過一樣的事情 你怎麼沒有來批過呢 再者另外一個APP 叫做Face App 它也是一個可以換臉 加多這個假髮之類的 之前有說有 可能會有這個暴露個資的疑慮 對 沒錯 所以現在呢 大家也就是說 這個有爭議嗎 有洩漏個資 但是那不就跟抖音差不多嗎 那你看看我們的書院長在幹嘛 玩得很開心對不對 那你所謂洩漏個資 那你這完全就兩套標準 而且再者 現在我們國人已經會有非常多的資我 有外洩的疑慮 那我就問 你這個唐鳳的 對 對不對 數位發展部 你編了211億億這個預算 那現在個資泄漏這麼嚴重 你們做了什麼 你不能夠說 一天到晚在點面線而已嗎 你這些該除野事情還是要處理嗎 不然其實你要進抖音 其實說穿了 也不過是醫事形態在作iling 感谢观看